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黄景瑜 我现在在巴黎的塞纳河边 我自己不爱做饭 但是有时候出去工作 或者是拍戏到一些没有什么餐厅 或者是吃东西吃腻的时候 会自己做一点 法国人一向以善于吃并精于吃而闻名 法餐也名列世界西餐之首 来到巴黎 与浪漫精致的法餐 来一段浪漫邂逅吧 学一个新的菜区挺好的 那我现在就去邮轮上去做这道法餐 学习制作法餐 来巴黎定是不会错了 今天我们和黄景瑜 来到坐落在塞纳河边的法国 雷诺特邮轮上 这里既能学习制作法餐 也能欣赏塞纳河美景 别有一番浪漫风情 现在准备开始了 而且我也换上了这个厨师服和围裙和专业的厨师 当黑暗料理男孩 遇上法国雷诺特商料MOF Greek Conceal 会碰撞出怎样的法餐火花呢 今天做一个巴法利亚龙虾 巴法利亚是一个酱的名字 我本来以为是那种活的整只大龙虾 没想到已经成品了 这个汤里都有什么 薄荷芹菜还有什么 我得下次自己能做得出来才叫学会 不然这样我就不会了 这什么酱 这是什么奶油吗 这是什么 要把它们再搅拌吗 做饭是一个为了填饱肚子的过程 对我来说 我是黑暗料理的炒法 给我一个炒锅 我可以做一切 我可以把任何食材都丢进去炒 翻翻翻 但味道都很好 拿一个尽量大的盘子 把它放进去 上桌开吃 厉害了厉害了 这道菜这下贵了 金波本身是没有任何味道和养价值的是吧 我以为它只是只是为了提高这个菜的价格 我先尝一下我刚才跟这个法国大厨 一起制作的这道巴法利亚龙虾冷盘前菜 谢谢 好吃了 在我吃到的法餐里面 我做的这道是最好吃的 真的很棒 天菜就是不一样 这全部就是我今天学到的一道法餐的全部制作过程 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能来到这边学习一下前菜 煮菜 鲤鲤 大牛排 大羊排 海鲜的做法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先吃了 拜拜 法餐是法国浪漫优雅文化的缩影 品尝法餐是味蕾和灵魂的双重享受 如同在品味悠长岁月中积累沉淀的法兰西文化 你有什么良口奖 恩 喂 好 我们下午 走 走 走 感谢观看